炖牛肉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个炖牛肉的诀窍 炖出来的牛肉不但嫩如豆腐 而且不腥也不柴 非常的好吃下饭 首先用擀面杖把牛肉捶打两分钟左右 牛肉捶打后纤维变得松散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会更嫩还更容易入味 把牛肉切成小块放入盆中清洗一遍 然后再把牛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一点料酒去腥 每天都在废禽旺食 偶心力学的焦灼菜 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 焯水之后捞出 用圆汤再给它冲一下 冲去上面残留的浮沫 起锅烧油放入生姜 再放入牛肉 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做黄焖鸡黄焖排骨黄焖牛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翻炒均匀 让牛肉都裹上黄焖酱汁 然后把牛肉放入到砂锅里 加入适量的开水冒过牛肉 加入开水可以使牛肉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 肉内的营养物质不宜渗入到汤中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就会更加的鲜美好吃 加适量的开水冒过牛肉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50分钟 时间到了 再放一点萝卜和土豆进去 盖上盖子 继续再炖20分钟 时间到了 再撒上一点青红椒炖两分钟 非常好吃的黄焖牛肉就做好了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香嫩入味 不腥也不柴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